记者谢君临台北报道 解调侦办周红旭共谍案 19日清晨大战仗搜索新党青年君王秉忠等人住处 引发外界质疑侵犯人权处置失当等疑虑 对此调查局左右副局长黄迪熙召集国家安全维护处 国安站主管开专案检讨会 针对行动过程有无瑕疵通盘检讨 认为调查官执行技巧与应变能力不足 导致王秉忠透过脸书直播将案件渲染成政治事件 需要改进但搜索约谈并无法律问题 据了解调查局副局长黄迪熙召开的专案会议 与会官员包括国家安全维护处长简安禄 副处长尤成华国安站主任肖清源等高层会议 针对王秉忠等人指控的不让律师陪同搜索 调查官强制关闭直播搜索时间与传唤时间 使用支票有无正当性等疑虑通盘检讨 检讨会议认为调查官执行搜索时 发现王秉忠以手机打开脸书直播后 应立即向王说明法律规定告知搜索期间 若将讯息传递又涉及传练政治与妨害司法调查 且应即刻联络所降破门 不应在现场与之将持40分钟 由于经验不足导致王质疑全案是政治操作 透过媒体渲染演变成政治风暴 针对强制关闭脸书直播不部分 会中认为调查官进入搜索地点后 侦查作为就算开始 基于侦查不公开 强制关闭直播并无不妥 过程并无粗 报警为当天约谈的众人中 仅新党宣传部副主任林明正拒绝约谈 经调查官向检察官请示 确认林明正不愿配合 才将临上靠具体没有滥用支票 至于新党高层执疑 调查局约谈通知书与检方传票的时间都是8点30分 但一人如何分身 调查局强调 传票上有助即交由调查局先行讯问 因此并无不妥 至于6点30分到当事人住家 则是执行搜索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